我看一下這題 他告訴我考賽4C打等於A 求考賽4C打等於多少 你觀察一下這題 他告訴我考賽4C打等於A 求考賽4C打 考賽4C打是幾倍角 四倍角 你公司只有教我兩倍角 怎麼會有四倍 沒關係什麼叫四倍 四倍是兩倍再幾倍 兩倍是就四倍了 來在教這題之前 老師先把兩倍角公司的意義 再複習一次 老師舉賽為例好不好 比如說賽2C打自己 兩倍賽成7Cos 老師一再強調 你觀察一下公司的地方 換句話說從這邊看過完 叫拆開 換句話噴到這2C打 老師可以把它拆成兩倍賽 所以說拆開的時候 原本2C打 把32變7變7 從這邊看過去叫什麼 合併 碰到兩倍賽成Cos 老師可以把它合併成賽多少 2C打 把這邊角度幾倍 兩倍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同理 老師現在碰到賽30度 我可以把它拆成幾度 15度 把它拆成兩倍賽成Cos 這樣行不行 同理賽50度 老師可以拆成幾度 25度 同理賽幾度 兩倍賽幾度 40 Cos 40 同理賽多少 10C打 可以拆成兩倍3 5C打 Cos 換句話說老師一再強調 這邊角度可以加 可以伸縮調整 這邊寫2C打 這邊寫7C打 這邊寫10C打 這邊寫幾C打 5C打 同理這邊寫6C打A 後面這兩個角度寫7C打 3C打 那這邊寫7C打A 後面角度寫7C打 2C打 2C打 行不行 所以說有這個觀念說 好我們再看這邊 再算這邊的時候 請問告訴Cos 4C打 要求Cos 4C打 行不行 好我剛剛講過 什麼叫4倍 4倍是兩倍再幾倍 兩倍 所以說我們先算出兩倍角 行不行 我們先把誰 先把Cos 2C打算出來行不行 然後自己再強調 Cos 2C打有幾個公式 有三公式 我們背時先背這個 對吧 背Cos 平凡前幾 再平凡 大家往前幾 變這個 大家往後跑 變這個 對吧 那行不行 那我自己講過 我們背的時候背第一個為主 但是真的算屏幕實際用什麼 用第二個會用第三個會比較好 對不對 對吧 為什麼 第一個要有Cos 要有賽 我第二個 我只要有Cos 我大概就帶這個就好 我只要有賽 是帶這個就好了 所以說我們這時候才 所以說我們算題目 一般都是用第二個會用第三個 但你看一下 這題用第二個還是第三個 因為題目只有告訴我Cos Cos A 你知道Cos 是多少嗎? 不曉得 所以說我們這時候配合題目的條件 我們用第二個行不行 所以Cos 2C打四起 兩倍Cos 平方幾樣 減1 麻煩你把Cos用幾代 A代 所以代下去行不行 可以變成三起 2A平方 減1 是出來了 所以說先把Cos 2C打算出來 算出來 是第二步 停到球誰 求Cos 4C打 這樣行不行 老師一直在強調 從這過來叫什麼 叫拆開 我可以把2C打拆成C打 行不行 所以說4C打拆成 2C打 是不是叫了 所以說麻煩Cos 2C打用幾代 用2A平方 減1代進來 行不行 所以說2A減1的平方 可不成開 可以 A減B的平方 成開自己 A平方減7 2AB加上B平方 所以把平方自己 4A44 減掉2AB 減掉4A平方 加上B平方自己 1 所以把大家乘上起 2 乘上變起 8倍A44 減掉8倍A平方 加2幾 總共加幾 1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現在這種題目 我先把Cos 變成Cos2C打 再把Cos2C打 轉換成Cos幾C打 4C打 是出來了 好不好 所以公式的地方要注意一下 我們在三角函數單身中 我們背角公式之間 角數是可以伸縮調整 好不好 可不可以 這4C打這寫2C打 這寫6C打 這邊寫3C打 這邊寫10C打 這邊寫10C打 它是可以伸縮調整的 可不可以 把這裡整理一下 OK